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大家好我是你们亲眼靓仔小镇 今天我要做的是给我的手机做个手术 电池的健康已经显示维修了低于80% 所以用电就不太持久 已经用了两年iPhone11 你看这个都已经烂掉了 已经占损很久了 今天我要跟他动手做多少钱 这个我在网上买买了200多 都不便宜的 不便宜的 副厂的 原厂更贵 那你就改装机了 对啊 不过你的手机本身都不值钱 反正你自己用了这个手机 如果你改好之后帮我外供这台也换一下 应该也可以 这个矿电池的话也不太建议大家去做 如果动手能力比较差一点的 因为电池差比较危险 一挫霸的就会燃烧起来 现在我们首先要把这个手机关机 这种会自己装的人 那肯定那个手机里面是没有任何重要资料 嗯 我的拍片全部资料都在上手机里 我真的不敢整 底部两个螺丝拎开 有说iPhone的螺丝很难挨的 因为有钻尼的 它的螺丝拎 不知道我是六角的 在滑墙壁有啥专利 拎开了就拿个吸盘 吸一下 吸盘没啥用 送过来没用 吸不了 有油 因为我这个屏幕 包括膜有油 这个刚放膜 好 加油一下 加油一下 拿风筒 拿风筒加油一下 把那个胶 加油一下 它会比较容易开开 我想知道 如果今天这台手机坏了 你明天没有手机用 你会怎样 应该不会 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最差的情况 也不会换电池 那个资料还在里面 大不了到外面去维修就可以了 我又不动它的硬件 继续继续 好 就不用太热 感觉有那么速 50度左右就可以了 先把它拨开一下 你是不是看了那个 一样千贤那套猪 他自己想动手多了 是真的强 似之笨小孩 好像快烂了 大佬 烂了烂了 烂了烂 烂了烂 烂了烂了烂了 烂了烂了烂了 这么精密的 工作 怎么都不像你会做得出来 好了 分离了分离了 分离了分离了 好可憐 没有手机 夸张到 不知道有没有用 有没有用啊 这些是一些那个 拧螺丝的 型号 为什么要那么多 买多一点啊 备用啊 那你这样割开就没有了 嗯 不防水了 不防水了 大家可能会问 上面那个那么好用 在哪里买的 跟大家宣传一下 这个是可以用在汽车上面的一个锡盘 我们家所有的那个 器材的供应商都是这个牌子 其实我已经拿了他们家东西好多年了 我都忘记帮他们宣传了 就这条视频补上吧 超好用 他们家的脚价也是一绝 又便宜又好用 就很多那种运动相机配件啊 什么都有 我把屏幕的这个支架 保护盒拿开 拿一个小兜子 放着这种东西 不然不见了就死定 面容这个就不要碰 小心一点 这些一碰就快了 这个应该是一个红外线头正椅 是一个面容解锁 屏幕下来了 因为我这里已经裂开了 这个已经烂掉了 所以这里裂开就不用管了 他们就在工床打工 一样迁徙 这里还有一个电车卡扣的 要把它拆掉 电车保不着 因为它长短螺丝不一样 所以要分开 OK 咱们来拆这个双面胶 这一层 慢一点不要搞断了 好 干嘛没停止了 没有 抽完出来已经 生命钢 没有 七角 七角要定型 现在还有一样 是 刚好 有些人 这一种 突然在这个石队里 还可以 还可以 没什么 还是 是 刚刚呢他弄了半天 就是在弄这个电池后面的这个胶 不久就很难清理 贴上去吧 电池 怎么贴 对好这个 贴上去就可以了 把这扣给扣回去 放在哪里了 防水胶 对 在拍攝機上 又看開機沒什麼問題 沒問題就可以蓋上蓋子 那你換屏幕是不是也是這樣換的 你開完換電你換屏幕 看了多少 OK 可以喔 可以耶 喔可以喔 那其實你都拆了 為什麼不送給我買的幕 好像你又要再拆一次 Nubility 華強筆500元 好 讓我看一下 面容還可以 所以就結束了 拆機了以後 防水性能就沒那麼好 好 今天的拆機換電 其實視頻就到這裡了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點蛋糕做分享 你覺得我們要落鐘 成本多少塊 250 250 250 好我們下期再見 拜拜 今天來修電腦 一套老古董的電腦 MacBook 2015 13.3英寸 會不會發現一些什麼 小視頻 小相片 修電腦 華強北之 清遠分北 來做個小改裝 換個電視還有喇叭 這個是真小妹 以前買的 MacBook 太老舊了 看個視頻 那個Sony會炸掉一樣 那個喇叭已經爛掉了 好 馬上動手 我是在某寶上買的 電池跟喇叭 也是挺便宜的 可以吃嗎 可以吃一下 我們會不會看 我會在某天探訪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朋友们 那我们的电脑就修好了 哇 好累哦 然后声音也不炸啦 那个声音也是通病来的 我在网上看也是通病来的 因为那个喇叭时间久了 它会破掉是吧 对对对 我有上网看过人家用什么胶水粘 可是你直接换了喇叭 因为你把它连住那个低音效果是没那么好 没那么清晰的 你就手提电脑你还想要低音 不要有版权 哪怕50块钱一对 还有电池的话是270多吧 总共的话350块钱以内搞定 自己换的话 它是送那个工具的 那你觉得自己换它有安全隐患吗 就会换 会不会换着换着电脑坏了 这个要小心不要乱碰其他东西就可以了 因为上次我的手机也是你帮我换电池的吗 对啊 你还记得吗 我那条视频都没出 所以这一些的话 只要是你心灵手巧的话都可以做得到 你可以直接在网上淘宝一些零件 那零件有分什么副厂还是原厂的吗 我买的是副厂 因为副厂的话那个容量比较大 我觉得黑板印象就是 我买相机如果用副厂电池就很废 很不耐用 不容易玩 不会 我看的地址是在幻想北 对哦 反正也是国产吧 反正也是国产 那可不可以换容量啊 我觉得容量不太高 硬盘 对啊 这个画面 为什么 因为我没有那个装 比较专业的那种放大镜啊 或者是可以融掉那些 机脚换芯片的那种机器啊 屏幕呢 我这个屏幕也是很滑 你看 你看 对哦 你看我的屏幕 是这样的哦 怎么换啊 换这个面就可以了 那你会换吗 我还是不换 很麻烦这个 擦下来很麻烦 哇这部机真的好够了 是是我 刚刚毕业那一陣子 第一次赚钱 然后 买了一万五元了 那时候都买了一万五元 很贵 整个多月的工资 很贵啊 跟了我很多年了 风吹雨打 还被我的猫呢 踢过在地上 崩了一只角 好了以后这台电脑就送给你了 蛤 没啥用啊 这种配置 老掉牙了 给你工作用啊 剪剪视频也 一卡一卡的 一卡 起码我们出去 不用再用大的电脑了嘛 你看我现在大的电脑都带不走 之前去隔离一样 要搬个大电脑过去就很麻烦 现在就直接把这个 hard disk 转过去 然后软件 软件都download不到 软件都download在hard disk 然后我们今天视频到这里了 大家觉得怎么样 对啊 自己动手 会比较好呢 还是出去给NCL 有你真好 对 维修工 地盘老 还有什么 还有厨师的儿子 对 水管工也会 还有什么电工也会 做厕所游戏 做鸭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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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鸭游戏 是有鸭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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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